女主角 男主角 當我沒有 男主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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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我拍這麼多的戲 第一次跟一個女主角 就是心無人合作 男主角 跟無尊合作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他像我的哥哥一樣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也是一個很關心別人的人 最重要就是他的態度 就是很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對 我覺得那個很重要 我跟他是以下的共同話題 其實也蠻多的 我們都可以聊很多 Karina她也是第一次拍戲 然後我覺得第一次跟她拍戲的時候 覺得說她對拍戲不太了解 可是她不會緊張 對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白會記憶不好 然後她就會說你不要緊張 你要看著我講話 她都會叫我很多這種東西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曾經是一個新人 對啊 所以我們不可能就是要求說一個新人 會演到像一個影帝這樣厲害 對 那我覺得她的那種性格最重要 對 所以跟她一起演戲 然後可以看到她一直進步 每一場戲每一場戲都一起進步 所以我覺得蠻麻煩的 對 因為有時候對戲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她可能不太知道說 怎麼做這些東西 什麼的 我就會給她一些意見 對 因為我覺得 身為一個新人 你很希望 有一些經驗的人 跟你講一些東西 包括我現在 我都很想 就是跟那種比較有經驗的人 學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種經驗呢 是我們自己很難 可以說一下子就 學到 對 所以 他們給我們的那種意見 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就盡力可以幫她 可以跟她講 我覺得就是讓她知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對啊 然後我也看到說 欸 跟她講 她就明白 對 所以她是蠻聰明的 一個新人 我覺得很開心 可以跟這個 就是一個很專業 這麼好的演員去合作 然後也在她的身上 學到了很多東西 好 好 好